在這篇文章中,他事實上最早他想談到的一個東西是來告訴我們的事情 是說,其實在很多的一些 on-esque call,所謂的一個不倫理的行為當中 他事實上並不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他想強調這一點呢? 那如果拉到別的領域東西來看他的時候,其實他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 問到很多商業角色上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直覺上會覺得說,有些東西我們可能還是會做 因為business is business 例如像以賣甲油來講的時候 像當時頂心賣甲油那個問題當中我們做過測試 我問過學生說,那如果今天賣甲油的這一家 不是頂心,是彰化的一個小工廠 這個小鎮只有這家工廠 你還會覺得這家工廠是錯的嗎? 在那時候很好玩喔 有比較高比喻的同學會覺得說 大小,根據量推論來講的話 那個大小跟你對於這個企業判斷能不能做 其實是有不大一樣差別的 那實際上 在古早古早以前的時候 你們問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管理學派引進的那個概念 有沒有聽過管理科學學派? 管理科學學派是在幹什麼的? 咦,照明的愛圖怎麼都不見了 管理科學學派是在幹什麼的? 分解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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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讓工作更有趣 分解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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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指的是individually的工作的話 答案是錯的 管理科學派所關心的分析單位 不是individually的個人 那個部分是來自於科學管理學派當中 出來的東西 還有誰? 對,管理科學學派最早的由來 是來自於在二次戰後的時候 美國陸軍部空軍計畫署的人 他們流入到民間之後 把原先在空軍調度的那個技術 帶到民間的 所以在現在來講 其實就是像我們現在的一些 數學式的方式來管理企業的一些前生 例如像MRP、ERP這類的東西等等 事實上嚴格來說是導映於 所謂的一個科學管理學派 不是 管理科學學派出來的東西 那管理科學學派 跟另外一個經濟學上的思想 叫做所謂的一個奧地理學派當中 產生的類似的一個效果 那就是說 在內內的分析思維之下的時候 我們把 數字分析出來的結果 理性經濟的思維當作是 唯一決策的準則 而把所謂的一個人性的部分 這些東西來講 都拔給移除到其他的地方去 不列入到考慮 所以在那情形之下的時候 就造成了一種東西 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只依據結果 經濟上的結果都好 後來決定企業該做的事情 那針對量子的東西的概念 其實一直是不斷的流傳到後來的 所以到了 我之前提過說 所以有些人都在說好 從宗教立場來講的時候 人其實基本上 我們有些宗教的價值 必須要遵守 那為什麼企業不用 為什麼企業會成為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種 道德的黑洞 那也是因為像這樣出現了 像這樣子的一個 倫理行為的一個 宗教性的推崇 但是這時候 還是會跟很多的一些 傳統的觀念 會感染抵觸 例如像 很多的時候 就好像做生意的時候 只是就是像是 You're a gain my loss 就是說 你的獲得 就是我的損失 這類似像 被解釋成市場 銀河遊戲這樣的狀況 那麼 所以在很多人的決策之下的時候 還是 很有可能會 不小心的 踩到了一些 隨得一個不倫理的行為的發生 那 在這種情形之下 到底 企業該不該去進行這些不倫理的行為呢 從這個 一般的觀點來看的時候 是來自於說是 儘管表面上面 企業做一些不倫理的行為 看起來會幫助你得到這些利益 但嚴格來說 骨子裡面就是有損失的 會有什麼損失呢 好 例如像第一個 它可能會對你的一個聲望 產生損害 例如像可愛的林鳳瑩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 被打得蠻糟的 從以前最早期的那個 鮮乳葉的霸主 打到現在 常常被人家酸縮 第二種 它事實上可能 會有可能會傷害到 某一些所謂的一個員工 他們的一個士氣 那舉個例子來講 你們知不知道高雄氣爆 氣爆的時候 哪一家公司被點名 好 以前話通當時的確被點名喔 然後後來有一次 因為我碰過他們 因為他們現在被一下外商詬病了嘛 那之前老闆是姓禮的 理事家族 有一次我碰到他們的一個 應該算董娘吧 跟他在碰面聊天的時候 他有講到過說 他們公司在那個時候 真的有員工會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甚至有depression這樣子的狀況 那為了解決像員工這樣子的問題 他們還特地請了心理諮商師 來幫員工做輔導 所以當你公司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的時候 的確對員工來講 會有一些可能潛在的一些影響 那再來呢 他可能也會有一些 像你要把遵成本之類的case 可能在裡面 因為像最近台肥的案子當中 就把他隱藏了一個東西 就來自於說是 如果今天並沒有遵守法律 上面來做些大管的審格的話 後面可能會有一些訴訟的成本 公司的成本可能會出來 更重要的事情是 來自於說是 當很多的企業 都讓別人覺得說 他們是不可相信 是騙人的時候 這時候對於企業來講 本身會有很多的一些 那種潛在的交易成本 可能會發生 因為我們社會當中 變成必須要用更多的一些 互相檢查的方式來確保 我拿到的東西是真的 所以在這情形之下的時候 早期我們觀點來講 都把它主動在所謂的一個 這種所謂的一個 不倫理行為當中 我們派對一個成本 看到下一頁 好 那過往當中 為了處理像這樣子的東西來講 復族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說 既然會有成本 那我就不要用這些行為來發生 那要怎麼樣讓這些行為 不會發生呢 很簡單 我們建議寫了一大堆 所謂的一個 Compliance Program Compliance Program 基本上 想用的東西 常常用的 常常的情況是來自於說 儘管我們建議了很多的規則 和政策 但是到了最後 他們有用 像上年被提到過很多的公司 都一樣會出現像這樣子的問題 請跳到下一頁 那為什麼會有像這樣子的方式呢 因為過往當中 這些Compliance Program當中 他透露了 在用這些比較偏向的 立法式的一些方式 來整理出來 像這樣子的一些活動 例如像是 那對比於 所謂的一個企業治理層次當中 常識規定有所謂的 獨立總監 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以及來自於說 好 看強調 再有一個所謂的 就責的概念 就責的事情 就是在用事後的方式來處理 像管理學上面的一個 事後處 事後共識這樣子的概念 以及來自於說 當我們是在用 就責的態度的時候 大家通常在做的事情是說 找出來說 這件事情誰該出來吧 把指頭給指向別人 而忘記了一件事情 是來自於說 事實上 可能責任不見得是那個人 他才是不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來自於 這個環境的錯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就會 讓這個事情不斷地發生 此其更出現的一個 通常是來自於說 我們在這些制度之下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就是來自於 還要出一些棍子 我們把 我們認為做錯事情的人 把他嫁給處分 但是 這種所謂的蘿蔔跟棍子 這樣子的概念 我想各位都當過學生 尾巴沒有用 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有的人覺得有用 有的人會覺得 越打我 我越不爽念書 所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他狀態的結果是來自於說 一 要忽略掉了第一個 每個人 他給一個 對於所謂的一個 什麼叫對什麼 叫做 這樣的一個容忍性 讓他的看法 是可以不斷地調整 第二個 是來自於說 他忽略掉了一個 叫做 Bystander Effect 這個東西 那什麼叫做 Bystander Effect 呢 有沒有人 會搭過電梯的 這邊的人應該都有 搭過電梯的經驗 對不對 那 有沒有碰過像這樣 什麼的例子 電梯來了 他就這樣 去 走過去 走進來了 繼續滑手機 另外 每個人再進來完之後 看到老闆的畫面是幾次 就慢慢的關起來了 關完之後 就在一邊等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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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滑了很久之後才還想 欸 我們怎麼還在這裡 有沒有碰過像這樣 的意思 的經驗 老師我碰過類似的 會點搭公車去上學 那如果我們 高中的朋友 有一個人 在我們那一站 學校那一站 那一站 我們就搭下一站去 那很好啊 學校是個不好的地方 所以這是好事情 所以我們就直接走 去其他人走的一頓 學校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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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反正有人會愛 你就不懂 大家都覺得有人會愛 大家都覺得有人會愛 你就不懂 這個現象就叫做 所謂這個bind bystandard impact 它指的是 我們都覺得 某件事情不該做 但是 這個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做 它不見得是我 一個人的責任 是每個人的責任 而我覺得別人會把這個責任做到 所以我就不做了 所以我就不做了 就是點心那種 bystandard effect 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 早期當中 其實最古早的 bystandard effect 裡面所強調的東西 它很強調的是 來自於說 是一個叫做 好事或者舊飯 像這樣的狀況 它指的意思是 來自於說 是 是我們好奇調查一下 如果你今天 嗯 好 我們這樣講 你現在在那個 旁邊那個 看到了一個人 他騎著摩托車 然後 啪 摔下去 倒在那邊動不動 你們接下來的動作會是什麼 你現在走到旁邊那個門出來了之後 看到了一個人 騎著摩托車 很帥氣的壓車壓過來之後 啪的一聲 車子翻了 然後人就躲在那邊動不動 在這個時候 你們的反應是什麼 幫他打電話 蛤 幫他打電話 蛤 你會打電話 好 你呢 在他去醫院 在他去醫院 喔 好 還有呢 手機拿出來開 然後上傳 上傳中山大小事 說白癡啊 在這邊還有壓車 有沒有這樣子的人 好 那如果說 你看到那個狀況的時候 旁邊有很多的同學都在那邊的時候 你會怎樣 旁邊你看到一坨人都在那邊的時候 你會打電話叫嗎 會不會 根據Bystander Reflame的概念來講 他們認為說是 如果說 你一個人看到有人要救助的時候 你有比較高的機率 會應付出援手 但是如果旁邊有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個可能有人會做 所以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例如像 在外面馬虎掌出車禍的時候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的時候 他感情是說 你可能會下車來救他 但是 如果旁邊是 人來人往的大馬路 上加班時間的時候 你可能就看一眼 趕快去上你的班 因為你覺得會有救他 就是變形的Bystander Effect 但是 這個東西其實他 在很多的場景當中不見得適用 例如像在台灣來講 如果今天是你在外面 看到有人摔車的時候 我在懷疑可能有些人 根本就不敢去救你 因為怕到時候被他抓出來說 就是你撞我 就是你撞我 然後你看他賠一筆 特別是每當這種新聞出來完之後 就會發現 很多的人不願意再做這樣的事情 但這個東西來講的時候 在組織裡面會有很多的Bystander Effect 他指的事情是說 看到有人在做一些 比較不當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應該會由別人 來幫助他做救助的行為 就跟他做接談的行為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不敢我的事情 就不會管他 結果讓這種事情 會不斷地在組織裡面發生 最後 是來自於Contact Matter這個概念 Contact Matter這個概念來講 他所挑戰的 是來自於說 所謂的一個立法事項值的方式 把所有什麼叫做對跟錯 這樣子的東西 畫來表現化的死死 而這樣子的做法來講 他忽略掉了很多 所謂的一個情境的因素 那例子很多 例如像我們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來看 好 我們大家都覺得做B是錯的 但是 我還是覺得 如果你不要被盪掉 盪完之後 我們就要退學到B的話 那麼 做一下B把你自己救過 可能這就是一個 稍微可以容忍的行為 所以這種強度上來講 是有差的 那在畫面的例子來講 我記得我以前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學校有一種 很奇怪的一個規定 它叫做說 你如果爬牆爬出校門教課的話 這個時候呢 要記兩個大部 但是呢 如果你從外面爬牆爬進來的話 你只要記一個大部就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學校的邏輯 是來自於說是 爬回來 代表你還有心要上課 所以可以只要爬進去這邊 這就是一種context major之下的一種產物 好 接下來要下一頁 那 就文章來講的時候 他認為說 在這情形之下 我們單純制定規矩是不夠的 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我們本身就要創造一個 倫理的一個文化 那要創造倫理文化的時候 有下面四個東西 是我們可以去創立的東西 第一個 是來自於說 我們必須要把組織的value當中 讓它用一些比較外顯的方式 可以讓組織的成員都知道 第二個 是來自在角色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必須要 仔細停下來思考一下 第三個 是來自於說 我們要給一些 文化學習慣的行為來講 給它一些incentives 不要只會長達這些做錯事情的人 我們要給做好事情的人 給它一些講義 第四個 就來自於說 我們在文化的一些習慣當中 規範當中的時候 就要把什麼叫好什麼叫壞 這樣子的東西 也給灌輸在文化的行為裡面 所以 就讓下一頁 第一個 第一個是來自於說 對公司來講 我們首先要有一個 要有一些 比較 清楚 並且陳述的叫好的 一些mission statement 必須要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好 我先好奇問一下 你們這個班 有沒有人被找去那個 AACSD做到訪談的 有一個喔 他們問你管院的mission statement 是什麼 有 那是什麼 我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 喔 你們知道管院的mission statement 是什麼的 中山管院的mission statement 各位都是 號稱全台灣最好的管理學院之一的學員嗎 有 你們知道中山管院的mission statement 是什麼嗎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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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動國際關 我不知道 昨天 聽他們講 我還知道 原來我們的mission 是叫做 成為亞洲 最好的商學院之一 好 這是院長親自回答 所以 他應該不會哄賴他 好 那 現在問題出來了 像這樣子的mission statement 你們覺得好不好 你們應該都學過策略了 這樣子的mission statement 這樣子好不好 有人覺得不好 什麼事 那不好在哪邊 葉雪 哪裡不好 為什麼不好 我覺得 就是 他沒有等聚集結束 嗯 或者是說 看到了之後 就不知道說 所以呢 是 好 事實上也是像這樣 這個mission statement 應該是整個企業的一個 價值的一個傳遞 以及說 必須要講出來說 企業到底 存在的任務 跟使命是什麼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西方例子來講 現在逐漸的不會把mission statement 單純的地位在 所謂的一個市場地位 像這樣子的東西 他會比較強調的是在於說 你對於整個整體社會的一個價值的創造來講 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就像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好 那這個東西 這個部分來講 我想待會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會出現到這個部分 mission statement 的部分 再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來繼續說 是一個correct的 一個 我們基率流的一個基因的 那什麼意思呢 好 好 我講一下 怎麼說這個東西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碰過像這樣子的狀況 我寫個例子來講 就是例如像 在面書的時候有選擇是非標準答案 但是你明明不認為那個標準答案是真正的 可是在那個考試的時候你會怎麼辦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們會寫你心目中真正的答案 還是你會寫老師要的標準答案 老師要的標準答案 有沒有人會寫自己心目中要的答案 所以你們是點心的台灣學生 因為韋代史老師有跟我講說 他覺得我們台灣的學生很奇怪 每次都想抓說 到底他要什麼東西 想去答回答他要的答案 但是 他沒有任何他要的答案 老師可是選擇題就只能選擇那個答案 為什麼不是初期者的問題 是初期者的問題 就不用敢來答零 你為什麼不敢 因為這樣就不會上 像中山管院的那個管理學考試 我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常常中山管院可以用選擇題來當管理學考試 這個有兩個原因 對 就想說 就我覺得標準就有一定的答案 可是就要用選擇裡面做的答案 好 原因的部分我們待會兒再講 就有時間再講好了 我們先上課不講 好 當你發現一個答案明是錯的 你願意還是只好把它擦去的總是因為 有一個管理控制的功能 叫做你答這個答案 你可以得到獎項 所以在這種情質下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 我們在我們的一個目標設立不當情形之下 對於員工的一些行為 產生了一些不當的牽引的落法 所以這裡面講的事情是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也同意就是來繼續說 沒有數字就沒有管理 沒有管理就沒有控制 等等像這樣子的概念 控制是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 當我們在去控制指標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確切的思考一下 這個指標本身到底是不是這 所還要的東西 是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那個東西 中間來講會不會對於我們的員工 造成一些不大樣的作物的影響 例如像 我們用醫院的case來看 你們覺得對於一個醫師 他的一個 績效的評估該用什麼東西來看 醫師的話 對於一個 換你的意思來講 對於一個 外科醫師的話 我該怎麼樣能衡量他的績效能力 我該怎麼樣能衡量他的績效能力 成功的外科手術 成功的外科手術 喔 成功的外科手術 就是看診 掛號的 掛號的數量 掛號的數量 喔 掛號的數量 好 還有呢 好 為什麼選掛號的數量 外科醫師應該有掛號的數量 有有有 有 就是 是你 喔 對不起 那我們用內科醫師來講 我們用外科好了 這樣比較單純 你會呢 我用內科來講 很多才怪的 就是代表 在醫術上 或者是醫德上 OK 等於說你一天看了幾個病人 像這樣子的東西 來當作你的一個指標 你們覺得這個指標 這個指標好不好 有人說不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他是說看幾個病人 但是如果說 你看 你的花的時間越少 其實就可以出更多病人 但是你花了一個病的時間 就變少了 其實你沒有辦法 鑽住在眼鏡的身上 你可能會隨意的看一下 然後可能覺得 他的症狀要怎樣 就隨意看出房 要用他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是夠的 所以每天看一個病人 看一個病人就夠了嗎 就是我覺得每個病人 可能都要用自己用心去 了解他的狀況 所以事實上 有沒有很難 跟他看病人的多寡 可能不太適合作為症療 做一個他是不是好的醫師 這樣子的評估標準 搞不好我要看的東西 誰來自於說 多少的病人 在他身上做了改善 那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指標 好 那 這時候出來一個很好的東西 大部分的一個診所 像診所來看的時候 診所的醫師 跟心思來講 通常決定於一個東西 叫做PPF PPF指的信息是說 健保幾副當中 分給你的那個部分 按照人頭計算的這個東西 那因為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計算 對於醫師來講 如果他想多賺一點錢的話 他該怎麼辦 盡量多看一點 看得越多越好 這樣我可以賺到 比較多的錢 直到後來健保所下的規定說 一個醫師 最多只能看診證 幫你設上限 好 可是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代表的信息是說 我們不敢說 看得快的醫師 就表示他亂看 因為有些有經驗的醫師 可能看兩點就知道 大概哪邊的問題比較多 那可能看到重大問題的時候 他真的會停下來 那個部分我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唯一可以訓練的事情 是來自於說是 你單純用看診量來看的時候 並不能夠真正的反映出來 醫師該做的職責是 幫助病人 就達到一些 較好的病情改善這樣子的狀況 那為什麼不用這樣做呢 美因當然可能有很多 第二個信息是說 病人改善的程度 跟醫院收到的錢 這兩個東西 不見得是一個 有關係的 甚至 病人長期不改善 搞不好 醫生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搞不好 會有這樣子更好的效果 那所以這動情就來自於說 是 你在指標上 明明指標選擇不到 會造成 醫師並不敢進到 他更該做的那些事情 叫做說 給病人更好的一些 改善的服務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一種 錯誤的一種 管理理事的一個架構 那這邊 這個所謂的一個 SEFO這個公司來講 文章裡面 是有舉出一個 像這樣子的例子 就強調說 你要做一個 正確的績效衡量的 重要性 下一頁 好 第二個東西呢 是來自於說是 跟我們之前一直 不斷地強調過的 是來自於說是 在我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點倾向性 來思考一下說 這樣子做 到底是對的 還是錯的 那通常來講 我們過往當中 從一般的一個思考來講 我們通常會說 這個 到底是不是違法 違法 違法就不行 或者是說 違法 我們叫做什麼方法 讓它變普通 等等像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去用 這樣子的方式來思考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 對跟錯這個東西 給丟到你一旁 那就文章裡面 所講補粹的 這樣子的一個 思維來講的時候 他會認為說 單純考慮法律是不夠的 我們還是點考慮一下 在道德上面來講 這樣子的做法 到底是對 還是不對 好 再下一頁 第三頁呢 是我們要給 您剛才一些 exemptive exemptive指的事情是說 過往當中 我們常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只去處罰這些 不當的行為 如果處罰不當行為的行為之下 我們告訴了別人是 什麼是我們 不希望發生的行為 但是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希望發生的行為呢 這些行為 如果一直都沒有被點出來的話 那麼 會不會變成只有棍子 沒有蘿蔔 這樣子的效果 所以他覺得說 我們可能還是要有一些 也是要點出獎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值得不利的行為 好 那 舉一個例子來看看 你們小學 你們小學的時候 會不會頒一種獎 叫做說 如果你 撿到了什麼東西 拿給老師 老師給你一個實驗不媚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會 為了拿這個實驗不媚的想 可以呢 撿十塊錢跟老師說 老師 老師我今天撿到了十塊錢 有沒有人重不重的事情的人 太低了 蛤 什麼 太低了 什麼東西 再講一次 太低了 太低了 好 那麼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說 如果你累積了十驚不媚的獎 累積了十章的話 可以讓你在 國中生高中的時候 加五分呢 我都考高中 加五分 我他沒有這些東西 對不起 我很久沒有考高中了 我就知道 考大學 考大學會 那如果考大學的話 你會做這種事情 低調低調 好 就文章裡面來講的時候 他意思是來自於說 是你必須要給大家一些 這些政黨的 他就有比較該發生的行為 那 所以 例如像用學校來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說 可能他就會說 有一些像什麼 研究技優獎 教學技優獎 或者說你們在什麼 助理的行為當中的時候 會有一種東西 叫做所謂的一個 優良教學助理 這個東西 Find the way 每次學習末的時候 可以趕快跟你老師說 可不可以幫我填一下 這個優良教學助理這個獎 因為其實蠻好拿的 常常都沒有 因為沒有人競爭 所以同學競爭 真的反而我也要跟你們講一下 好 那他的概念來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應該也去把一些 我們公司所鼓勵隊的行為當中 給他們的角力的方式來呈現 例如像 我問一個像這樣的意思 概念來講 你們覺得在一個組織裡面 看到同事他做什麼事情做不好 主動去幫忙 那時候你該不會主動去幫忙 當你看到同事事情做不好的時候 你該不會主動去幫忙 你認為如果認為應該的人 他幫你選一 認為不應該的人請你選二 現在開始 再問一次問題喔 你在組織裡面看到有一個人 特別是新來的人 他碰到什麼東西不會的時候 你會不會主動去幫忙 你覺得應該主動去幫忙 我覺得應該的人選一 不應該的人選二 好 二星比有簽定嗎 就是新來的是 你跟同事還跟同事 哈哈哈哈 他問了 他問了 他說不會影響他主動的那個承諾 先不算喔 先不算 先不討論 我現在講的是有道理 我會討論到 好 我們看一下結果 應該的有66.7 反對的有33.3 反對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給你 聽我 我剛剛講的 就是他本來是那種 會討論到新來的人 他後來發現 他這麼做 是你會覺得是主動幫忙 所以他後來就不怎麼做 他會覺得 這新人應該是你來問我 我為什麼主動去叫你 所以我才剛來 我根本不敢開口 我才剛來我都不敢開口 誰都不認識 看到你們我就很害怕 好 那難道你就要一直這樣子 大概幾次都不開口嗎 對 你總是要踏出秘密 喔 好 謝謝 來 覺得會的人是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 會的人 來 來 來 講說是Main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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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一百多次 那兩次 沒有 先去做這個 沒有 沒有啦 就是 就是 因為自己有問題 如果我是新人的話 我也希望說 我 你前輩可以交我 對啊 我就是 用這種同意性 來看 那你會 給你 在這個文章裡面的講法來講 說 它的邏輯是來自於說 如果我們需要鼓勵 創造一個所謂的一個 彼此互助的團隊的話 那 我們應該要鼓勵這樣的行為 就有可能定期的 找去所謂的熱心貢獻獎 這類的東西 把這個獎項翻給別人 作為一種 在組織裡面散布一種 我們 是在哪裏 鼓勵這樣的行為 這種做法 但是 一個很有趣的東西是 就是 在這邊文章的講法是 來自於說 應該鼓勵對不對 但是 我們回到另外一種角度來看 就一個組織裡面來看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新人 他今天碰到問題 旁邊就有人 主動來教他的話 對於這個新人 未來的一個績效的成長 是好處還是壞處呢 然後 同樣來自於哈佛大學的研究 他的答案是 那是壞處 他會讓 他會讓百分之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工 那因此 增長得比較差 所以換言之 有時候你是有一個 好的イventure 不見得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可是在我們前面之下的時候好 當你知道這個訊息的時候 你還覺得公司應該 在鼓勵這樣子的行為嗎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一方面來講 想創造的是來自於互助的價值 但是 在某些的時候 這些行為當中 也許 他不見得會有一個正面的 很正面的行為效果 那種情勢還在怎麼做 那我想這個部分 就讓你們自己來思考一下 好 那這裡面很強調的一點 是來自於說是 這一身體的當中 我們想創造的是來自於 是一個所謂的一個 posocial 對於自己的好 像這樣子來用行為的一個努力 而不是說 所謂的一個對於自己的好 而產生的一種努力 可是這裡面很玄的一個東西 是來自於說是 人是一種很賤的動物 所謂的很賤的意思是 當我們看到某些的東西 有獎勵的時候 就算我本來不想做 可是我可能 如果這個獎勵夠用人的話 搞不好我就會刻意地 把這樣子的行為做出來 那做久之後 當這個獎勵不存在的時候 所謂的一個正面的行為 反而會消失 就像以前那個 有一個心理學家 叫做Skinner 他的理論當中 就有在講說 過度的使用這些intrinsic factor 來做誘因去誘使別人做行為的時候 反而會造成 他的intrinsic value 而發生改變 所以這裡面到底該怎麼做 文章裡面雖然 努力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應該要給他一些獎勵 但是獎勵到底該怎麼改 這個部分來講 還是值得我們去做上去 請跳到下一頁 好 那最後是來自於 所謂的一個文化的塑造 文化的塑造當中 首先第一個還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希望這些文化的東西 它是可以從所謂的一個上面 傳達到下面 那我們以前談到過說 甚至在組織裡面 很多的話會不斷地被扭曲 像這樣子 高先生的主管說 我們應該要增加我們公司的一個表現 到了最後 因為不斷強化的結果 到了最下面的時候 他有一些狀況是來自於說是好 每個員工他會認為說 好吧 我們的重點就是再次自於說是 我們不要管話了 我們只要把自己做得快就好 這樣可以有最多的講出 這樣到了最後 反而有可能造成的是來自於說 那在理論上面來講 我們常提到的一個東西呢 可能就是來自於說 我們要想辦法讓下面的員工 都知道公司整體的一個策略 所以再回到ASSP 來講好不好 那個孟佳 你去的時候 他們問你說 你知不知道管院的策略 沒有 好 那在我們的問題當中 他們問我們一題 你們知不知道管院的策略是什麼 那你猜被我們的老師怎麼回答 你覺得管院的策略是什麼 你到底是 其他腳趕 隨便是就這樣這樣子 好 我們很常沒有去 根據我聽到的講法之前是說 他們講這句話之後 旁邊的老師門的反應是 都全部撿下來 因為就那個Reviewer來講 他所在意的是,我們是否讓全員都知道整個策略的方向 才會發生像這樣一個固執的行為 第二,他所好奇的是,我們在管院作為一個組織來講 我們所謂的一個策略發展的過程 例如像是說好,我們是這種所謂的一個全員在與式的 還是來去這種所謂的一個top-down這樣子的一種策略規劃的一個模式 他其實好奇的是來去這個地方 但是以我們管院來講,我們事實上坦白講 你問我策略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算我知道之後我會不會在意 我會想來告訴你,我才不在意 因為我可能不大知道他跟我工作的一個觀點性 所以說在理論上來講,會希望我們透過這種所謂的一個 教廣的一個傳達跟傳遇,創造出來 因為全員都對於公司的一個策略價值有一個整體性的了解 而因此會知道怎麼樣聚而行事 但在實務上來講,有很多解釋之下 像我們剛剛舉出來的價值的例 他簡直不容易做到 再來呢,對於這些所謂的一個規範來講 我們會希望他除了一些抽象式的言語之類的描述之外 他也能夠去反映出來的信息 說是用一些比較描述性的方式 來把這些規範的真正的意義給闡述出來 那這些東西來講 他所反映出來的信息是說 到底我們需要我們同僚 碰到我們設計的時候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行為的表現 那麼這些行為的表現 所以在很多公司裡面來講 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我們叫做傳說 用中文來講像傳說 或者故事像這樣子 如果你們有人喜歡看那些企業家的傳記的話 有沒有人看過松下信之術的傳記 何田勝夫的傳記 賈伯斯的傳記等等 在這些傳記裡面來講 他們通常都會反映出來說 這個經理人過往當中做過了很多的一些 決策怎麼做的 講他的一些思考的思維 那很多所謂的文化規範來講 就會不會像這樣子的東西給代代相傳這樣 那有趣的地方是來自於說是 儘管這些東西會代代的相傳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事實呢 可能不是 甚至應該說絕對不是 因為即使像我們台灣來講 對我們台灣的一個什麼 經濟成長的傳奇 就有各式各樣不大壓迫的論述在裡面 但是儘管那個東西不是事實 那會代表的事情是說 公司現在希望大家去達到產生的一些行為 最後呢 我們需要的東西也需要這件事 所找出一些所謂的 X-Code-backens 這樣的東西 什麼叫做 X-Code-backens 呢 它所代表的事情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要把 我們在整個群體裡面或個人上面來講 他一些值得尊重的行為 把它給 或者某些的方式可以表達出來 讓人工知道我們該怎麼做 請看下一個 好 那最後呢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 把這些東西來落實呢 除了我們剛提到過說 在一些所謂的一個 激烈制度的規模 這些東西之外的時候 我們還有很重要的東西 還有來自於說 別人講究做事來看的時候 其實還有很重要的東西 來自於說是 我們在招募的階段當中 就應該把員工的一些 價值觀之類的東西 給放進來看 那或許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公司 看D04這些所謂的公司 正在報告的時候 好 那某些公司會用所謂的一種 實能基礎式的方式 來寫他的一個正在報告 你知道什麼叫 實能基礎式的方式來陳述 他可能會說 我必須要具備良好 別的分析能力等等 用像這樣子陳述的方式來陳述 各位可能並沒有看到過 太多的一些 關於像正職之類的東西 加入到他們的一個描述裡面 但是根據國外的報告顯示 來自於說 我指的是 在英國的一個報告顯示 來自於說 在很多的雇主 他們在招募的過程當中 會把這個所謂的一個 他的一個正職 正職的這個部分 納入到公司他的一個 評估的指標裡面來看待 所以說 他雖然不是可以被名言出來的東西 但是是應該被考慮進來的東西 那這也回到 另外一個提外化的事情是說 他回到的另外一個事情是說 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給放進來 因為他希望 進來的員工 是可以符合到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 建立倫理組織的時候 他可以符合到 可以接受和公司 在教科書室的教科書室當中 跟食物界的談判不大一樣 在你們學人管的時候 大部分你們在談到過的一些選擇條件裡面 很少會明文的把價值觀 這些東西給放進來看它 可是 在實際上的任用來講 有不少的公司 特別是國外的公司 他們其實蠻強調這些 所謂的價值觀 乃至於其他一些軟性實力的這個部分 那我以前有一次碰到一個 國外藥廠的一個CIO 就是 資訊長 我們就有聊到這個問題 我問他說 那如果你們公司先要兩個人來應徵 有一個人 他的技術能力不錯 但你覺得這個人 他的一些工作的方式跟喜歡 跟你們公司的文化不大一樣 但你知道這個人是一個技術高手 一個人可以把事情都完成 另外一個人 他跟你們公司的一些想法和理念都一樣 但技術能力比較差 你要選哪一個人 他告訴我 當然選第二個人 他告訴我的邏輯是來自於說 一個人 他點一個軟性能力 還有價值觀 他就他的感覺來講 他覺得是不容易被改變的 但技術能力這些東西來講 只要你很學 還是可以把你改善過來 所以他會選擇用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文章來講 又強調也是來自於說 這種所謂的一個 在還可以庫用過程當中 一些文化價值觀 像我們整個重要性 好 那這個文章 我們簡單的介紹就到這個地方為止